想养鲨鱼当宠物 竟从水族馆用偷的 德州莱昂谷警方表示 上周六下午 三名训练有素的窃贼 从圣安东尼奥水族馆 偷走了一只虎鲨 水族馆的脸书粉丝也写道 强匪三人带着自己的王子 就这样从开放式的鱼池 偷走了一只名叫做 海伦的16英寸瓷虎鲨 水族馆说 三人还躲进水族馆的过滤室 并在逃跑前 倒了一大桶漂白水到过滤系统中 接着他们把鲨鱼 用湿毯子裹好后放进水桶 再把水桶放在婴儿车里 根据水族馆提供的监视录影 三个人就这样推着婴儿车离开 不过一名擦身而过的员工 却发现怪怪的 根据德州新闻台KSAT报道 水族馆一位员工 立刻冲出来阻止他们 但其中一个犯人变称婴儿车上是生病的儿子 就这样开车离开 留下了同伴 当警方寻现找到嫌犯住家 惊讶地发现 嫌犯家中就有水族箱 而幸运的是 苦杀的状态十分良好 警方随后立刻逮捕嫌犯 并将鲨鱼送回圣安东尼奥水族馆 被警方发现家中有水族馆的嫌犯 竟确认后为38岁的Anthony Shannon 他在周二下午 缴交1万美元保湿金后获释 警方告诉KSAT Shannon对照顾海洋生物有粗略的知识 因为当他们看到鲨鱼在他的鱼缸里 活力充沛的样子时 感到十分惊讶 根据警方的说法 Shannon原本有一条跟遭窃的虎鲨很像的鲨鱼 但是不幸的已经死了 所以他才想偷回虎鲨当宠物 也可以陪伴鱼缸中其他的海洋生物 KSAT指出 其他共犯也可能遭到逮捕 而美国国家海洋纪大气总署 已经与警方展开合作 嫌犯可能因此遭到联邦指控 别忘了 我们晚上8点还有今天的精选汇报哦 收割了 收割了 也zes cerc